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娜 歡迎來到安娜的自由研究社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或許有些人已經知道了 就是原本延期上映的Given劇場版 在日本已經確定重新上映的日期了 時間是8月22號 同時也釋出了第二版的預告 我看完以後完全就是期待大爆發 如果還沒看過的朋友 我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找來看 所以為了配合這個好消息 我決定來做關於春樹酬宴鎮這CP的劇情解析 我綜合我自己看的時候所思考的問題 以及我觀察到讀者常常討論的一些話題 整理成10個問題要來和大家分享討論 但這次的介紹會主動在解析 我不會重新講解故事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這部漫畫 或者是你是動畫黨還沒有追到最新進度 怕被爆雷的話可以先衝去把故事看完 因為篇幅比較長呢 所以會分成上下兩集 大家都知道春秋CP的劇情當中最重大最虐心的段落 就是秋煙壓倒處處的事件 所以這一次的分級也會以這個事件作為分界線 用事件的前後來看兩個人的關係的轉變 以及他們自己內心的改變 最後提醒大家解析呢 或許每個人的想法會有點差異 所以如果你的想法和安娜不太一樣的話 也不要太介意 並且呢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成熟的心態去看待每個角色 不要分成黨派吵架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在第一集的時候啊 故事完全是以年下CP的真東和立夏為主 那時候老師或許還沒有想好年上CP怎麼發展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老師自己有說 雨月這個角色是在單行本決定出到第二集的篇幅的時候才決定加入的 一開始對於春秋CP的規劃就有確定春樹是暗戀秋煙的 我們可以常常看到春樹經常對秋煙滿滿的桃花感要洩氣 看到立夏的姐姐出現在秋煙身邊 總是讓春樹覺得自己一敗塗地 以及當秋煙在九歲的時候到春樹家借助 鋪倒在春樹身上的時候 春樹可是開啟了小宇宙 所以一開始我們確定的只有春樹暗戀秋煙這件事情 不過就像他們名字裡面的寒意一樣 立夏呢就像夏天一樣要為真東寒冷的心帶來陽光 春樹呢也註定要溫暖秋煙 秋煙的過去最想問的是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分手 有些人甚至會覺得啊 雨月和秋煙的分手與糾纏只是為了劇情需要而已 但我自己覺得這兩個人相愛卻無法在一起的理由是可以被理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交響情人夢 喜愛音樂的人呢會因為彼此的才華互相吸引而在一起 同時呢也希望可以和對方站在一樣的地位 秋煙也是這樣 聽到天才的雨月的演奏 他頓時明白愛情不是甜蜜滑順的而是狂烈的 他被雨月深深的吸引 可是打從一開始他就沒辦法和他站在同等的地位 所以自卑感呢就一直留在他的心中 但是愛情強烈的吸引呢暫時把秋煙的自卑蓋過去 如果只有秋煙有問題的話 或許他們還可以交往的更長久一點 但是雨月也發現問題了 他覺得和秋煙在一起沈浸在愛情的喜悅裡面 讓他的音樂變得不自由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如果想成詩人的情況可能就會比較好理解了 最好的詩呢都是在詩人最傷感的時候才誕生的 或許對音樂家來說也是如此 顧影自憐呢可能會讓他們對音樂的感性更加敏銳 正因為沈浸在愛情的幸福當中 所以雨月才會說自己的音樂不自由了 除此之外呀秋煙為了自卑感到痛苦 這一點雨月是一定知道的 所以他才提出了分手 那秋煙到底知不知道春樹喜歡自己呢? 我們看到苦苦愛的春樹 又看到常常聊春樹的秋煙 有時候真的是很想從他的頭上打下去 無論是他有多愛摸春樹的頭髮 或是他有多愛到春樹家借助 都讓人懷疑這個曖昧的氣氛有對嗎? 懷疑秋煙到底知不知道春樹喜歡自己 這個謎底呢就在兩人衝突爆發的時候才終於揭曉 憤怒的秋煙呢就壓著春樹對他說 你也一樣就算喜歡我也要逃跑嗎? 到這裡我個人才正式決定把渣男的名號 頒給偉秋煙先生 春樹的好感我們這些媽媽都看在眼裡 老實說秋煙也沒有什麼好不知道的 可是他既然沒有決定要接受春樹 還任意了薄春樹的心 並且完全不保持距離 在衝突過後秋煙也知道自己做錯了 他說自己太濫用春樹的好意了 這一點呢我們就要從秋煙為什麼對余悅生氣開始說起了 剛剛說到余悅有很多理由讓他決定跟秋煙分手 可是他確實是喜歡秋煙的 余悅也是個凡人機械他知道怎麼樣做比較好 但他的心也不是港鐵可以說斷就斷 我們看漫畫的時候當然期待劇情是大家都有純潔美麗的愛情 可是當這些事情實際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可能也會陷入斷絲連的情況 這對秋煙來說就很痛苦 他本來就不想和余悅分開 余悅也不忍心給他一個痛快 所以兩個人就變成了互相折磨的情況 秋煙呢太沉醉在愛情裡面 不能好好思考余悅為什麼選擇分開 他的眼裡只看得見我喜歡你 你明明也喜歡我 為什麼你不能和我在一起 當余悅為了逼退秋煙 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樣子的時候 這個念頭就變得更加強烈 沒想到難過的春樹 又碰巧在這個時候對秋煙展現出拒絕的態度 所以才剛熄火的秋煙又立刻被引爆了 對秋煙來說又是另一個 你明明也喜歡我為什麼不跟我在一起的感受 比起有些人失戀想剪掉頭髮 春樹的理由可能再複雜一點點 首先呢這個頭髮本來就是為了秋煙而留的 在春樹對秋煙一見鍾情之後 就像奇願一般開始留起了頭髮 加上秋煙不知道是喜歡摸別人頭髮 還是喜歡摸春樹的頭髮 總之這個頭髮就變成了春樹和秋煙之間親密的媒介 但在兩人衝突發生的時候 氣婚頭的秋煙居然抓著春樹的辮子 問她說她這樣的體質真的有和女人交往過嗎 春樹的長髮本來是對秋煙展現的溫柔的一面 卻在這個時候被秋煙拿來當作壓低自己地位的東西 就像秋煙種種行為傷害了他們之間的感情 或者辮子取笑春樹這件事情 也否定了春樹一直以來寄託在頭髮對秋煙的愛意 所以春樹就不要這些愛意了也要把這些回憶整理起來 她之前說過一不小心就錯過剪掉頭髮的時機 換言之就是錯過了放棄秋煙的時機 現在她終於可以下定決心放棄秋煙那頭髮就可以剪掉了 在這邊順便幫大家補充一個資訊 就是在老師的採訪裡面提到春樹只有一個前男友 我聽到這個資訊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不是只有吧是春樹居然有教過男友 好想看看前男友是什麼樣的人 以上就是事件和事件前的五個劇情分析 剩下的大家敬領期待下集 不想錯過的話歡迎按下旁邊的大頭 記得訂閱安娜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今天的研究就先暫時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見掰掰